字幕提供 想跟上下一檔的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都是朋友早安 今天是3月2號星期四 那昨天的台股是真的非常的強 昨天的台股真的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強 接著在昨天早上開盤以前 昨天早上的8點半 我們有特別講過 昨天的台股沒意外的話就是開低走高 但是原本預期是說 開低下來大約是中午11點 才會有低階買盤進場 因為說它會等賣壓消化完 消化完才開始有一些低階買盤 但是昨天台股不是 昨天台股是一開低 馬上就有買盤進場 可以這麼說 昨天的台股 它算是開低之後 秒走高 開低秒走高 可以這樣去形容 所以其實你說昨天台股為什麼開低下來 這麼快就有低階買盤進去 這就代表一個現象 這就是我們近期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只要說指數在年限至上的時間 越來越長 那對於整個市場認同度 還有對於整個市場的氛圍就會越好 那當市場對於說 目前的行情認同度提高 其實也代表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相信現在是多頭 那當大家都相信現在是多頭 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低點就不會太多了 所以昨天 台股的走勢 其實說昨天台股漲點並不是特別多 但是開低拉高的時間 非常非常短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為什麼說 一定要把握指數剛剛站上年限 這樣子的機會下去做佈局 因為 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個股 先去看指數 你去看 加權指數 昨天晚上的應該說 昨天台股幾乎是沒有 受到美股太大的影響 昨天的台股開低之後 馬上走高 你去看 這是分時走勢圖 你直接看分時走勢圖會比較便宜 開低下來幾乎沒有停頓 只花了50分鐘直接翻紅 昨天是開低白點 開低白點直接翻紅 原本我預計 可能說台股到11點 才會有低階買盤進去 結果沒有 一下來馬上就有低階買盤 那你去看 這就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加權指數 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第一次開低之後 它翻紅是到隔天 這一根下來隔天才翻紅 但是昨天並不是 昨天是開低馬上翻紅 就是說你可以發現 從上個禮拜一直到昨天 因為指數持續在震盪 那持續震盪就代表說 一定會有開低走高的時候 那這個開低走高的時間 是一直在縮短 可能從原本的開低隔一天走高 那或是開低之後中午12點走高 一直到昨天 開低秒走高 這就代表整個市場認同度已經非常高 那就像我們講的 市場認同度高就代表 很多便宜的好股票 超級的股票 它一定會漲回到它應該有的價格 所以 還是就像我們講的一樣 目前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多頭出身段 完全沒有任何爭議的多頭出身段 那在多頭出身段裡面 掌握產業加數字 真的非常好賺 真的不誇張喔 整個盤面都是 都是機會 甚至可以說 很多的股票幾乎都是送分梯 就是說 這個東西一看就知道它已經超跌了 那像這種超跌的股票 它只要說指數持續收穩在年限至上 它一定就會漲回去 所以包含昨天的耀晟 你去看 昨天的耀晟 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我們從不到50元 一路公開操作給大家看 一直到昨天 還是一根漲停板 不誇張吧 3207的耀晟 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台股裡面 最強的一檔股票 沒有之一 天天在創高 而且是創歷史新高 昨天一根漲停板 最高到78.5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只要你每天早上的8點30分 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你隨便任何一天去買進 昨天通通都是賺錢 就算你是買在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8點半 才收看到我們的節目 一開盤你買進去 還是賺錢 因為昨天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 這就是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是不是 所以每天早上8點半 一定要準時收看我們的節目 裡面真的都是獲利機會 從年初一直到昨天 你去想 多少檔股票已經漲超過30% 而且我們都是這樣公開操作 帶大家一起賺 所以 錯過了耀勝 你說3月份還有哪些股票 可以下去做留意 因為我們在2月份 最強的代表作 紅寶跟耀勝 其實紅寶跟耀勝 它之所以可以這麼強 漲勢延續性這麼的順暢 最大的關鍵都在於說 因為它夠便宜 它的位階夠低 所以才能夠說 漲勢走了這麼的遠 那3月份有哪些股票 我有發布在我的LINE粉絲平台裡面 大家就拿起手機 拿起手機打開相機 先打開相機 直接掃描這個QR Code 直接用手機的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去加入 裡面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或是說輸入ID 小老鼠WE178WE178也可以去加入 如果說你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直接傳訊息到我的LINE粉絲平台 LINE社群平台裡面下去做詢問 直接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 所以其實你這樣看我們的節目 或是說你加入我們的LINE社群平台 賺錢是必然的 這個一定都可以賺到 重點是裡面最大的價值在於 我會告訴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絕對不一樣的視野 就是說帶給你一個全新的視野 那我也會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來去告訴你說 買賣股票賺錢其實真的不難 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其實買賣股票賺錢 它就像是我們日常在買賣東西一樣 就是低買高賣 真的就是低買高賣 那你說怎麼達到低買高賣 靠的就是你要知道這間公司的合理價 講的白話一點就是建議售價 所以當你掌握了建議售價 你說這檔股票能不能賣 這檔股票能不能賣 通通都會知道 像很熱門的IPC制裁 IPC制裁創意一直漲一直漲 但是我不會去操作創意 我會去買M3E 或是去買世新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兩檔 相對是比較便宜的東西 等一下再來講IP 所以你去看 目前的盤面真的是 天天都有新的機會 所以指數總結來講 總結一下 加權指數總結 已經正式進入了出身段 毫無疑問的出身段 低點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說真的要買 真的要趁現在 只要說乖離上去 這麼好的買點就沒了 好 那你去看耀剩 你說什麼叫做便宜的好股票 便宜的好股票長什麼樣子 3207的耀剩 就是便宜的好股票 這就是很標準便宜的好股票 你去看 為什麼我會堅持只買進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又或是說掌握產業加數字 就等於掌握了個股的建議售價 你說掌握了個股的建議售價 優勢跟威力到底有多大 我這樣舉例 3207的耀剩我們是從2月份 就一直公開操作給大家看 你說 當時就像我們講的 今年耀剩要賺8塊錢 今年耀剩要賺8塊錢 那他又是儲能相關給個十倍本益比 絕對合理 那我們當時在2月份 是怎麼形容耀剩的 在農曆封關前 農曆封關前 當時耀剩股價不到50元 我是這麼形容他的 在今年要賺8到9塊錢 股價不到50元 這絕對是一檔有機會可以翻倍的股票 當時聽你會覺得 是不是太誇張了 當時聽一定會覺得很誇張 但是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所以你去想這個邏輯 你去看3207的耀剩 3207的耀剩 你說好這間公司 我們就講白話一點 講的比較生活話 這間公司這項商品 它的建議售價是多少 你要先知道建議售價 你才會知道要怎麼去操作 3207的耀剩 它的建議售價就取決於它的數字 2023年的預估EPS 8到9塊錢 給個10倍本益比絕對合理 它是儲能趨勢產業 10倍本益比80元吧 80到90元 所以它在法人的心中 合理的價格就是80到90元 也可以說 這間公司的合理價 它的建議售價是80到90間 既然是80到90之間 61元要去做什麼動作 當然是去買進啊 那就一支帳 你去看喔 你心中只要知道 它的建議售價是80到90 80元以上 不論任何的價位 任何的技術心態 你都很清楚知道 你應該要去做什麼動作 你這樣去想 建議售價80元 62.7 就算技術線圖很醜 這個位置你要去做什麼動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2月15號最高到65.8 2月16號66.8 2月17號69.6 2月21號70.6 72.1 一直到73 感覺起來漲很多了 這個位置 2月23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感覺起來漲很多 但是 如果你心裡清楚知道 今年就是要賺8到9 73元 能不能買 是不是 就是說 一檔股票太貴 或是說 已經超漲 或是說 追高 它都不是取決於股價 也不是取決它漲了多少 而是取決於 它未來要賺多少錢 你說像是耀聖 今年就是要賺8到9塊錢 要賺8到9塊錢 就算是已經漲了50%到73元 能不能賣 當然可以 還是便宜 所以你看 3207的耀聖 就算漲了50% 我們一路這樣賺了50% 你說這個位置能不能買 當然可以 還是便宜 上禮拜五75.1 昨天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真的跟我們當初講的一模一樣 當初我們就這樣去形容耀聖 耀聖 過80元都叫做合理 昨天最高78.5 只差1.5元 就到了80元 這就是產業家數字 當你知道一間公司的建議售價 買賣股票賺錢 真的一點都不難 你用自己去想像這個畫面就好 要是你清楚知道它的建議售價就是80元以上 當你知道80元以上 在這之前你要去做什麼動作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家數字 才能帶你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這種股票就是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那其實只要說 掌握了產業家數字 我們就等於掌握建議售價嘛 掌握了建議售價 天天都有新的機會 真的不用怕挑不到標的 你看包含像是先進光也是 3362的先進光 先進光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它是大力光在鏡頭廠的最後一塊拼圖 那透過數字我會知道 今年要賺8塊錢 所以80元以下都是便宜的價位 80元以下隨便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隨便去佈局嘛 這個位置買 2月21日漲停板 小幅震盪 昨天帶量又在創下新高 短線新高89.3 是不是 這就像我們講的 掌握產業掌握數字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先進光在80元以下 可以去買進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先進光 在今年展望一定會好 因為透過產業你會知道 今年最好的 今年展望最好的光學 鏡頭產品在於車用跟元宇宙 但是大力光沒有車用跟元宇宙 那怎麼辦 它不可能去轉型 它全部都是高階的旗艦機種 那大力光只好 把產能下給目前的子公司先進光 這就是一個產業的邏輯 所以 了解產業跟數字 其實在目前這種很正規的多頭行情裡面 真的很好賺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還有非常多便宜的好股票 在三月份 我們一樣有 它的位階像是藥勝 像是紅寶這類型 真的很便宜的大標股 現在正在進行佈局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三月份行情一定會比二月再更好 尤其是指數剛站上年限 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 今天我們一樣會買進全新的股票 等一下利用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卡位 或先加入我的Lite社群平台 直接在ID的位置輸入 小老鼠WE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目前的盤面真的是 一大堆的股票都是送分題 所謂的送分題就是 一看就知道它已經 太明顯已經偏離它應該有的價值 我舉個例子像是聯發科好了 你說聯發科昨天的漲停板 是不是突然發生的 絕對不是 如果說真的有心要去做聯發科的話 你去看 昨天25次的聯發科 一度是漲停板 最高來到了795 乍看之下是因為 配息的關係 才直接衝上去高值利率 在前方好像沒什麼徵兆 但是你去想 聯發科如果你知道 你說好 聯發科這樣一路上來 多少錢是貴 多少錢是便宜 是不是 就沒有一個具體的邏輯 但是如果你知道 聯發科今年要賺60塊錢以上 60到65元 你覺得很清楚知道 聯發科它身為說 晶片廠的龍頭 其實給個15倍本益比 絕對是合理 以15倍本益比來講 聯發科900以下 都可以算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就是說你只要知道 它在今年未來的數字 什麼樣的價位是便宜 什麼樣的價位是貴 能不能買 通通都不是問題 今年聯發科保守就是60元以上 我們就以這個數字來算就好 今年的預估獲利60元以上 60元以上給個15倍本益比900塊 900塊以下都可以下去做買進 所以當你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如果說資金允許的話 其實900元以下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那裡面的切入點 技術分析什麼月線均線 這些都可以用 這就很簡單了 所以你去看喔 包含像是其他的像 因為我們一直在強調 今年其實整個AI相關的產業 會是大趨勢 所謂的大趨勢就是 它會休息 但是絕對不會結束 那既然是大趨勢 你去想嘛 既然說AI這個東西 它是要走 可能兩到三年的時間 那只要有拉回 不就都是買點嗎 但是因為說 AI它是大趨勢 但是不可能說 同樣的族群無止境的漲 就像是說 最直接的受惠股 一定是IP 細智財 但是細智財再怎麼好 創意也不可能 無止境的漲到 兩千三千四千 沒錯嘛 那世新也不可能說 一千兩千三千這樣一直漲 一定會有一個 滿足點 那這個滿足點到了 資金就會開始往外擴散 擴散到相關的一些 族群上面 所以近期 AI相關的 就開始延伸到 所謂的軟體部分 軟體代理的部分 那你去看喔 軟體代理的部分 它也會持續在擴散 像是貝利 來你去看 這裡 6874的貝利 這就是軟體的部分 那貝利其實說 貝利漲上來之後 絕對不是問說 貝利能不能去買 你要知道說 在同族群裡面 還有誰更便宜 以貝利來講 今年大概要賺5塊錢 今年賺5塊錢 100元上下的股價 本益比已經過20倍 不算便宜 那就可以去留意另外一檔 2453的 2453的鄰群 是不是 昨天漲停板 就是說貝利漲上來之後 本益比過20倍 不用去追 就可以去留意 同族群的鄰群 鄰群今年大概要賺 極限可以賺到3塊錢 以3塊錢來講 不到50元 它的位階 絕對是比 絕對是比貝利還要來的低 所以你看昨天 貝利沒什麼動 但是鄰群 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一個 產業位階的邏輯 你透過產業你會知道 鄰群跟貝利 它是同族群 透過數字你會知道 鄰群比貝利更便宜 我說位階不是說股價 位階鄰群是比貝利更便宜 當貝利漲上去 當然就是轉向去看鄰群 除了說貝利跟鄰群以外 其實在軟體代工這一塊 還有另外一檔 也是我們正在佈局的一檔 這一檔它可以算是 如果說鄰群是貝利第二的話 我們現在在買的這一檔 我這樣形容 貝利它是從不到50元 漲到了接近100元 但是它今年只能賺5塊錢 就5塊錢 我們現在在買的這一檔 軟體相關的個股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今年賺9到10塊錢 它的獲利遠遠比貝利高了將近一倍 但是股價也只有在100出頭而已 那這是不是 位階很明顯就是比貝利還要來得低 它之後就有機會被帶上去 所以這一檔貝利第三 我們在這幾天也會持續佈局中 想知道說貝利鄰群這樣漲上來之後 還有哪一檔會連帶漲上來 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 在裡面會告訴大家 直接拿起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加入 裡面都有最新的標股 或是說鄰群接下來會長誰 直接掃描或輸入ID 小老鼠WE178V178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也都可以 直接打電話進來就會帶你去買 所以其實目前的盤面 我這麼說好了 只要指數持續手穩在連線之上 所有的拉回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所有的拉回 對於便宜好股票來講 通通都是買點 而且盤面上真的 太多送分題了 你去看3443的創意 3443的創意 它是整個IP目前來看是最強的 但是我過1000的創意 我不會去操作 為什麼 因為我不確定 它會反映到1200還是1300 上面操作起來就不具體了 昨天持續在創高 但是我不會去買創意 當然說創意這樣一直漲上去 反向的當然就是世新 世新我們也是在封關前 850元公開送給大家 世新可以去留意 而且我一直強調 3661的世新 今年的預估EPS 比創意還要來得好 它絕對是 它沒有理由跟創意的價差差這麼大 你說創意它有一個 副爸爸台積電 所以它的本益比給的比較高 這合理 但是絕對不可能說 創意已經佔上了千元 世新卻還在千元以下 這絕對是不合理 創意今年大約是 32到34 那世新今年保守就36到40 這個數字的落差 絕對不可能讓世新 佔不上千元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 千元以下的世新 其實你就閉著眼睛去買 800 900 950都可以 你閉著眼睛去敲市價單 昨天 是不是 1035 一根漲停板衝上去 這就是送分 這真的是很標準的送分題 數字這麼漂亮 怎麼可能創意上千元 它沒有上千元 這種就是千元以下隨便買 基本都不會吃虧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把握機會 尤其是一堆AI的股票 它是一直持續的在擴散 只要說 掌握產業加數字 在這個時間 你說整個台股 真的就是送分題 所以我們在整個三月份 一樣是針對這類型的股票 下去進行佈局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透過產業加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那也只有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才能讓你低風險 而且高報熟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